8月21日,香港出版总会会长,香港联合出版集团副总裁李家驹在北京表示,近期香港发生的游行示威活动,冲击书店等零售业,希望香港及早止暴治乱,恢复正常。 当天,李家驹在受访时表示,近期一些极端示威者,以暴力扰乱香港社会秩序,香港出版界高度关注事态发展,也深感忧虑,不断升级的暴力行为和破坏事件对社会民生和安宁造成不良影响,出版界给予强烈谴责。 李家驹认为,在当前国际经济形势下,香港经济面临下行压力,近期的暴力冲突,包括示威者围困机场等,影响香港营商环境和国际形象, 令香港经济发展雪上加霜。 2019年是香港书展30周年,李家驹介绍,这项文化盛世在过去每年吸引人流逾100万人次,今年书展期间香港发生游行示威活动,导致观战人流大幅减少。 李家驹称,香港任何人都可以表达自己的意见,但应以和平理性的方式,而不是极端违法的方式。 如果出现一种极端违法的行为,包括我们看到就是他们工人是挑战主帮,包括他们破坏、污损、国旗、国徽。 李家驹表示,希望香港极早止暴制乱,恢复正常,以更理性的状态,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。 如果极端暴力行为频繁出现,对香港与内地的交流也会造成影响。 他说,目前香港很多大学校长、社会知名人士、宗教人士等,都希望游行示威者能理性沟通,希望年轻朋友可以静下来,看一看,想一想。 李家驹说,香港出版界非常关心下一代,未来出版界将多出版一些正面价值观的书给年轻人,这是应该做也是非常迫切要做的事。 据悉,香港出版总会成立于1994年,由香港八家出版同业商会及出版企业联合倡议创立。